两千年八月底,黎燕惊人介绍,认识了某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于德辉。 十年二十八岁的黎燕在该市一家企业上班,已婚并有一个儿子。 他皮肤白皙,身材高挑丰满,浑身散发着成熟女性独有的风韵。 黎燕结识于德辉,只因有一事相求,1985年6月,他哥哥黎智安因强奸妇女被公安机关抓获,当时正处于严打,黎智安被当地县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黎智安认为量刑过重,多次向法院提出申诉。 全法院于1988年9月和1990年4月先后两次对该案进行了复查后,认为原判决认定黎智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决定维持原判。 但黎智安仍不服,依旧不断申诉。 2002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调卷重审此案。 黎智安忙给妹妹黎燕写信,希望她能帮自己一把。 黎燕答应,全力以赴。 这时,有人帮她介绍了十年53岁的余德辉。 黎智安觉得,以她这样的背景,如果肯帮哥哥的忙,把握性应该比较大。 2000年9月5日,在同余德辉电话联系之后,黎智安来到了她的办公室。 看到风情万种的黎智,余德辉显得非常热情。 在得知黎智安的想法后,她沉思片刻,说,现在我很忙。 这样吧,晚上你到我家找我,咱们再细谈。 说着,她把家庭地址和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了黎智安。 黎智安从朋友处了解到,余德辉的妻儿都不在本市,她目前独自住在市里,黎智安心里有了几分明白,内心也有些矛盾和挣扎。 但为了哥哥,她决定豁出去了。 夜里九点多钟,黎智安敲响了余德辉在市府大院的家门。 家里果然只有余德辉一个人在,她满面春风地将黎智安迎进屋,然后关上了门。 白天,她刚见到漂亮丰满的黎智安,就产生一种莫名的骚动,令黎智安没想到的是,自己刚进门,余德辉甚至连必要的客套都没有,就抱住了她。 当晚,黎智安就住在余家。 当然,余德辉对黎智安提出的为她哥哥帮忙的事满口答应。 一周后,黎智安给余德辉打电话,问哥哥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余德辉说,有点小麻烦,让黎智安晚上到她的宿舍去一下。 黎智安当然明白这话中的话,但她还是去了,事后,余德辉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是她在给有关领导打电话过问此事时,很多细节她说不上来。 她让黎智安将她哥哥的事再讲细致一点。 自从同黎智安发生了第一次性关系后,余德辉脑子里每天想象的都是同黎智安在一起的情形。 一想到这些,情欲之火就烧得她什么都做不成。 余德辉明白,黎智安之所以肯委身于她,不是因为她有什么特别魅力,而是源于她手中的权利。 而黎智安一旦达到自己的目的,也许会马上离她而去。 所以,黎智安哥哥的事最好能一直拖下去,越长越好。 黎智安原本以为只要有亲情付出,就会有收获,哪料想她所付出的对象,所面对的这个权势人物竟然如此难以对付。 在黎智安心中,有一点是清晰明白和坚定不移的,那就是尽快把哥哥的事情办好。 所以,每一次与余德辉优惠时,她都不忘记向他追问哥哥案件的进展情况。 余德辉则心不在焉地应付她。 黎智安很快有所察觉,她忍不住对余德辉发了火,并不再听从她的召唤。 余德辉这才颇不情愿地给市中院的有关领导打个电话,希望他们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一下复查。 其实,市中院对重审黎智安一案十分重视,并专门就此向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请示函。 就在余德辉给市中院领导打电话的前几天,省高院已作出答复,认为在黎智安一案中,原判量刑可能过重。 2000年11月,市中院撤销原一审法院的判决黎智安的刑期由无期改为十年有期徒刑。 案件能最终得以改判,完全是按正常程序办理,但不明就里的黎晏却认为这都是余德辉打招呼的结果,感激之余,对这个情人靠山还产生了几分依恋。 直到2001年春节后,黎晏从法院了解到各个案件得以改判的真相,顿感上当受骗,一种难言的苦痛,悲哀和耻辱似潮水般击打而来。 而余德辉依然多次打电话让黎晏到他的宿舍去,黎晏统统拒绝。 但碍于他的权势和昔日情分,黎晏未与他翻脸。 2001年3月的一天晚上,黎晏在没有同余德辉联系的情况下,来到他的住处,准备明确告诉余德辉,他已经知道事实真相,希望他好自为之。 谁知,他刚走到余德辉的门口,他的门就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年轻女子,而开门的余德辉则穿着一身睡衣。 年轻女子匆匆而去,余德辉善善地请黎晏进去。 黎晏知道,这肯定是余德辉的另一个猎物。 余德辉第一次与他见面,就向他提出性要求,色胆如此之大,证明他这么做绝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他认为,余德辉之所以如此猖獗,就是因为他的行为没有得到清算,因此,他一定要让他尝尝女人的厉害,只有让他受到惩罚,他才会有所收敛。 黎晏向余德辉提出分手,并索要补偿费。 在余德辉的印象中,还从来没人向他要过什么补偿费,他很生气,但由于是在自己宿舍,他担心黎晏大吵大闹,便强压着怒火对他说, 我好好想想,明天给你答复黎晏一言不发的摔门而去。 之后三天,余德辉都没有给黎晏打电话。 第五天,黎晏主动给余德辉打了个电话,问他怎么办。 余德辉口气很硬,要钱,一分也没有。 说完,啪的一下挂断了电话。 黎晏再次打过去,冷冷地说,余德辉,我警告你,事情弄大了,对谁都不好。 余德辉也不含糊,一个小丫头竟然想威胁我。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堂堂的政法委书记,怕你。 你有什么能耐,就使出来吧。弄不好,找人收拾你一顿。 黎晏毫不胆怯,我奉陪到底。 放下电话,他一不做二不休,当即来到余德办公室,大声说, 余德辉,你一个堂堂的政法委书记,玩弄女人,还说要收拾人,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利。 余德辉哪见过这阵势,连忙好严安抚黎晏,至于他要的补偿, 他说自己手里现在确实没钱,给他点时间让他想办法解决。 实际上,余德辉并不想给黎晏任何补偿,他担心一旦松口,他便愈合难填,没完没了。 而之后,过一两个月,黎晏就会到他办公室索要补偿。 余德辉不胜其烦,批于应付。 一次,他忍不住问黎晏想要多少钱。 黎晏说三万,余德辉勃然大怒,一拍桌子,你抢钱啊,别说三万,一千也没有。 黎晏大声说道,那好,钱我不要了。 但尊严,我不能不要,你等着吧,我不会把休。 黎晏怎能咽下这口气。 思虑再三,黎晏决定豁出去了,到纪检部门控告余德辉。 2001年8月,黎晏向市纪委反映了余德辉以权谋色的行为。 同年12月,他又到省纪委举报。 有关领导十分重视。 做出批示,只是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 2002年2月,就在专案组紧锣密鼓地进行调查之时,黎晏竟然不顾一切地再次跑到市政法委办公楼,找余德辉大吵大闹,对正常的办公秩序带来较大干扰。 专案组得知,立即约见黎晏,劝其冷静。 同时,办案人员以此为契机,立即对余德辉进行正面调查。 为了稀释宁人,2002年2月12日,余德辉拿出1万元,希望摆平此事。 但此举显然来得太晚了,黎晏的心中已充满了仇恨,他并未放弃对余德辉的举报。 而纪检部门也加大了对余德辉一案的调查力度,在大量事实面前,余德辉不得不交代了他多次与黎晏发生关系的情况。 专案组乘胜追击,随即对余德辉任职期间的经济问题展开调查, 经过艰苦努力,很快查试余德辉收受一百多万元礼金红包的问题。 2002年8月,有关部门给予余德辉行政撤职和留党查看的处分。 余德辉虽落马,但黎晏也为自己的荒唐之举付出了沉重代价。 由于在公开场合同余德辉大吵大闹,丈夫很快获知了黎晏用身体行贿的事,愤然向他提出离婚。 眼看一切都已无法挽回,2002年11月,黎晏与丈夫离婚,黯然离开已经生活了五年的家。 2003年8月,黎晏离开了这个让他迷失,也让他蒙羞和伤心的城市。 在某沿海城市落下脚,黎晏在一家大型商场找了份工作。 由于他长相漂亮,又能严善交,商场领导就经常让他去跟领导联系。 这期间,他认识了许多领导,其中包括该是年轻的副市长刘立伟。 10年45岁的刘立伟是海归博士、民主党派,2000年12月任该是副市长。 2004年2月,黎晏所在的那家商场突然倒闭。 4月的一天,四处奔波寻找工作的黎晏突然想到, 自己曾认识很多市领导,何不找他们碰碰运气。 想到这,他马上向市府办公楼赶去, 但敲了几个领导办公室的门都没有在家。 最后,黎晏敲响了副市长刘立伟的门。 见一个靓丽的陌生女子走进来,刘立伟当下一愣。 黎晏赶紧做了自我介绍,刘立伟这才恍然想起, 连忙招呼他坐下,又给他倒了一杯茶。 副市长平易近人的态度,既出乎黎晏的意料, 也令他十分感动。 寒暄过后,他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刘立伟显得十分干脆, 行啊,我给你问一问,只是这会儿解决不了, 你先回去写个简历,有空给我拿来, 等一有消息,我让人通知你。 黎晏内心不由的一阵狂喜, 马上要来了对方的手机号, 当晚,心绪难平的黎晏又给刘立伟打了一个电话, 向他表示感谢。 刘立伟问起他的情况, 黎晏便将自己离异后, 独自外出闯荡的艰辛和无奈, 毫不保留地倾诉出来, 将到伤心之处,一度声音哽咽。 黎晏的遭遇引起了刘立伟的极大同情, 他说,我能理解你目前的处境,一个人生活是不容易, 就像我吧,妻儿长期不在身边, 有时想找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 黎晏这才知道,刘立伟的家也在外地, 想起他的潇洒和温文尔雅的个性, 一种异样的情愫在内心悄然种下。 第二天,黎晏把自己的简历写好, 拿到刘立伟的办公室。 两人谈得相当投机, 黎晏临走时,两人都有点恋恋不舍。 之后,两人每天都互发手机短信, 表达对对方的关心, 渐渐地,短信的内容变得暧昧起来。 2004年5月19日, 黎晏到外边买东西, 当走到市政府附近时, 天突然下起大雨, 黎晏给刘立伟打了个电话, 说自己就在市政府对面, 刘立伟让他马上过去。 当黎晏与跑进刘立伟的办公室时, 浑身都被淋透了, 由于穿得又薄又透, 一下子把丰满的曲线暴露无遗。 刘立伟见状, 拿起毛巾就给黎晏擦, 擦着擦着, 他抱住黎晏。 黎晏也抱住了他, 突然, 刘立伟开始脱黎晏的衣服。 他连忙止住刘立伟的手, 轻声说, 还是晚上找个地方吧, 听了这话, 刘立伟的手才停了下来。 那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终于, 黄昏来临了, 刘立伟开着他的皇冠轿车, 接上黎晏, 向郊外驶去, 一路上, 他们谁也没有说话。 车最终在海边一个岛屿停下, 无需更多的言语, 两人便纠缠在一起。 之后, 刘立伟又多次带黎晏前往海边, 在沙滩上发生关系。 在此期间, 黎晏没向刘立伟再提起自己工作的事。 在风云激荡的炽热下, 黎晏相信, 刘立伟会帮他仗找一个好工作。 然而, 一个多月过去了, 刘立伟却始终没有跟他提工作的事, 黎晏不由地暗暗着急起来。 其实, 由于刘立伟从政前一直在科研机构上班, 在政界并没有什么人脉资源。 当了副市长后, 他有心高气傲, 不善交际, 家之所主管的行业并不炙手可热, 其办事能力相当有限。 就黎晏的事, 他也向一些单位打了招呼, 可别人表面上答应, 但背地里却一直拖着不办。 在这种情况下, 黎晏的工作也就迟迟没有着落。 但对黎晏来说, 工作却是头等大事。 随着情欲的渐渐退潮, 他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现实。 从2004年6月下旬起, 他开始督促刘立伟, 尽快把自己的工作给落实了。 黎晏隔三差五, 就给刘立伟打电话, 询问工作的进展情况。 而刘立伟依然没有就黎晏的工作打开局面, 为了安抚黎晏, 每次两人相会, 临走的时候, 他都会给黎晏一些钱。 黎晏开始不要, 但为生活所迫, 他最后还是接受下来, 前后算起来, 共有三千多元。 2004年7月, 刘立伟的许诺依旧没有兑现。 黎晏急了, 天天给他打电话, 时间一长, 刘立伟厌烦了, 同时有了摆脱他的心理。 其实在晴玉得到一次次的疯狂发泄之后, 他原来对黎晏的那种强烈征服欲和新鲜感已渐渐消逝。 黎晏原以为遇到了贵人, 找到了终生依靠, 谁知等待他的竟又是一场闹剧。 黎晏渐渐发现, 刘立伟开始疏远自己, 并经常嘲讽他没文化, 没特长, 甚至连打字都不会, 以至于找工作困难重重。 到了后来, 他甚至连他的电话也不接了。 8月12日, 黎晏终于在办公室堵住了刘立伟,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 刘立伟沉默了一会儿, 说,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我们还是分手吧。 想不到自己的一场轻轻付出到头来, 仍是免费赠送, 自己的渴望再次落空, 而得到的依旧是屈辱。 难言的苦痛撞击着黎晏的心扉, 泪水不由地夺框而出。 刘立伟的心有些软了, 他说, 你也别太难过, 感情不再有意在, 你放心, 工作的事我会帮你解决的, 只是你要给我一些时间。 黎晏哭着摔门而去。 黎晏一夜未眠, 第二天, 他给刘立伟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 必须给他一笔补偿。 刘立伟问, 你想要多少? 黎晏说十万。 刘立伟愤然说, 没有, 别说十万, 连一万也没有。 说完, 他挂断了电话。 黎晏惨无语。 当天晚上, 心如死灰的黎晏 给刘立伟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 将自己与这位副市长之间 发生的所有私密情感如实相告。 对方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黎晏回答, 你我都是女人, 都是受害者。 刘立伟闻讯后, 马上打电话, 把黎晏大骂了一顿。 怒火中烧的黎晏 也大骂刘立伟不讲信义, 流氓成性。 担心黎晏一直这么胡闹下去, 刘立伟便让黎晏到他的办公室谈一谈。 黎晏如约去了, 刘立伟问他, 到底想怎样? 黎晏的条件很简单, 给钱。 可刘立伟始终一毛不拔。 黎晏站起来就走, 并丢下一句话, 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考虑, 如果你还是这么无赖, 对不起, 我就要找上级来解决咱们的问题了。 反正我一个下岗工人, 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什么也不怕。 2004年9月15日, 黎晏真的破釜沉舟, 像是监察局反映了刘立伟 利用为他找工作的机会, 与其多次发生两性关系的问题。 是监察局领导找刘立伟谈话, 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希望他改正错误。 刘立伟极度震惊, 连忙给黎晏打了个电话, 向他道歉, 然后约黎晏晚上见个面, 好好谈一谈。 晚上七点多钟, 刘立伟开车接上黎晏, 再次驶向海岛, 在沙滩上, 他们边走边谈, 突然, 刘立伟抱住黎晏, 疯狂地亲吻起来, 他想以兴重新获得对黎晏的控制。 黎晏本能地反抗, 但身子慢慢软了下来, 没想到, 激情过后, 黎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核心利益。 他问刘立伟怎么办, 刘立伟极度失望, 说他根本没什么钱, 至于工作的事, 他也安排秘书去办, 让黎晏今后找秘书就行了。 还未等他说完, 黎晏便爬起来, 抓着刘立伟就打。 两人不欢而散。 回去后, 黎晏越想越生气。 2004年10月29日下午三点多, 他再次来到刘立伟的办公室, 与其理论并指着刘立伟的鼻子大骂他是人渣。 刘立伟怎能忍受如此侮辱, 两人顿时扭打在一起。 吵闹声招来大批政府工作人员围观, 但根本无法控制局面。 刘立伟狼狈不堪, 机关保卫科干部和保安紧急赶到, 却也束手无策刘立伟只好自己拨打了110。 在警方的干预下, 局面总算得以控制, 却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2004年10月30, 黎晏又向省监察厅反映刘立伟道德败坏的问题。 几天后, 有关部门就刘立伟违反社会功德问题进行了调查。 刘立伟最后承认了一切。 他说, 其实自己当初也想给黎晏一笔钱, 但由于担心她愈合南田, 就一直没松口。 2004年11月, 刘立伟被免去副市长职务。 而黎晏, 这位在短短两年间竟将两位厅级干部拉落马的女子却在此事过后神秘消失。 也许她正在物责下一个目标, 而谁又会是下一个呢?